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死 让他们跑了 没关系 放过这两个妖精 现在我们西齐和西齐的将士们还在受群魔攻击 所以咱们还是先赶回去救他们妖精 好 废大人 赶紧不齐 赶紧不齐 废大人 师叔 没想到 这罐魔库所有的妖魔都出来了 光凭我姓黄奇的力量 还没办法把他们全部都收回 那 那咱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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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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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哪里 这是什么 这是翻天印和阴阳镜 翻天印和阴阳镜 那是谁啊 人不是都来了吗 你 师兄 是废重啊 和游魂 师叔 他们这是 他们两个有事要去找废重和游魂 天花 你先回去跟大家会合 我马上就回来 嗯 你说他们那个都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破银弄两下 一个破镜子照一下 妖魔床都不见了 你送上这个旗子有什么用啊 什么用 这是国师给我的法宝 可以召唤那些妖魔鬼怪的 啊 哎呀 那你现在赶紧摇两下子 看看这些妖魔鬼怪能不能出来啊 嗯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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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哎呀 这什么烂东西啊 啊 果然没有用 哎呀 你会不会咬你 哎呀 乔大人 怎么办呢 哎 哎 哎 咱们 回去禀拨大王吧 哎 这个 哎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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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啊 啊 哈哈 啊 啊 哈哈 你们是谁啊 干嘛打我啊 这 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打的可是 昭阁大王最宠爱的两位臣子 我警告你们 我们回去禀报大王 大王一生气 那直接就派兵把你们两家给抄了 是啊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告诉你 现在给我们些银两 让我们去看伤 赔得多也就罢了 要是赔得少了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们 非众游魂 你们二人可还记得我 这 谁啊这是 谁啊 我不知道 不认识 这么说 也不认得我喽 我管你是谁啊 我说二位 你不说你是谁 我怎么知道啊 是啊 非众游魂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我是阴交 我是阴红 阴 阴 阴交是谁啊 我就知道我刚才睡了一觉 还有叫阴红的 是啊 阴 阴交 阴红 怎么了 小王子 小王子 太子啊 哎呀 我跟你说 我这 二位王子啊 不错 我们就是 当年差点被你们给害死的 阴交和阴红 你们这两个奸臣 勾结打起 害死我母后 今天终于被我们撞上了 二王子 这个 我们哪敢害死王后啊 这王后的死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啊 这个 冤有头 战有主 害死江王后的那个是打紧娘娘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对对对 跟你们无关 如果真的跟你们无关的话 你们怕什么 害怕 我当然害怕了 你那么大个拳头打过来 我这半边脸的骨头都碎了 是啊 二王子给我打得我脸都麻了 只是脸麻吗 好啊 我让你断手断脚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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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 今天不把她们打个笨子 乃笑我心痛之恨 我叫你停手 就是要叫你 不要手下留情 我私利挡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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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殿下 差不多了 参见师叔 两位殿下 不必行此大礼 赶快起来吧 不 师叔 大礼是应当的 当年又不是您 我们二人 早就被他们给害死了 是啊 师父教导我们的时候 一直说师叔如何地爱护我们 要我们下山帮助师叔 攻打昭哥 两位师兄果然深明大义 而且刚才 你们用翻天印 还有阴阳镜 用得挺不错 我这个师叔 也非常欣慰 可这师叔 您为什么让我们挺手啊 是啊 这两个畜生真是该打 这两位大人 既然能走 为什么要爬呢 江丞相 江大人 江丞相 江丞相 江大人 大字大悲 您就放过我们吧 是啊 江丞相 跟你作对的不是我们 是文太师 还有国师 对啊 你看我们两个 都被打成这样了 再说了 我家里 还有一个老母 我还有一对 妻子 还有一屋子的儿女 要养呢 没错 那看来你的生活 也挺享受的 不不不 我才几个 还不如废大人的一半多 我说老游啊 你说你自己就好了 你干嘛听我啊 江丞相 我是两袖青凤啊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 既然只有你一个人 你不觉得孤单和难受啊 干脆下去 陪你的家人吧 不不不不不 江丞相啊 你就大慈大悲 放过我们吧 对啊 江丞相 我这命不值钱 你就让我们走吧 师叔 师叔 就打他 哎 好 反正 打死了他们 也只会弄脏你们的手 这样吧 放他们一马吧 而且 我还有很多话 要跟你们讲 我们走吧 检遵十数之命 另外 你需要 们 北京 弯 最 Stark 数工と 把我给打翻在地 然后他们一过来 全都给消灭了 太棒了 听话 你是说各路妖魔 都已经被消灭了 各路妖魔 全都给我们消灭了 那真是太好了 那我小弟 还有众将军 在何处啊 小公子他们回来的时候 路过城外 看见城外 还有些妖魔的余孽 怕围乱一方 所以啊 却赶紧杀绝了 这次多亏了成绩啊 算准了那些妖魔 要来稀奇作怪 我们提早做了准备 要不然 会被杀个措手不及啊 那是当然啦 你也不想想 我相公是谁啊 什么妖魔 什么鬼怪 都可以把他们 消灭殆尽 这也不仅仅是 我的功劳啊 先生 你知道吗 我出城去找你了 可是没有找到 昭帝 好了好了 你看 还有别人呢 丞相 这两位是 我给你们介绍 她是殷骄 她是殷红 今天幸亏他们及时赶到 协助我们稀奇 还有他们俩 用他们的法宝 击退了大批的妖魔 我跟你们介绍 这位是西部侯的二公子 激发 见过二公子 相公 这个英娇和英红 是帝心的儿子吗 对啊 他们二位正是帝心的儿子 那这 你们放心 我们兄弟二人 早就和帝心 断绝了父子关系 多亏了江师叔 当年救了我们兄弟二人性命 才免于受帝心的刺客追杀 所以之后 我们拜入了师父广成子 和师叔赤精子的门下 学习法术 此次我们下山 是奉师父之命 帮助将师叔讨伐帝心的 我们兄弟二人 也立刻要打败帝心 效忠西齐 二位 能够如此深明大义 真是难能可贵 从此以后 西齐就是你们的家 谢过二公子 对了二公子 那个邓将军还有蝉玉呢 好 丞相 他们在保护我爹 既然丞相回来了 我也要向我爹禀报一声 好 有劳二公子了 对了师叔 我也去城外探查一下 好 我呀 终于又多了两位市职了 赶紧叫师叔母 来 招定 相公 我又没有说错 我本来就是他们的师叔母 赶紧的 见过师叔母 哎 这就对了嘛 乖乖 相公 要不要我也叫你一声师叔母啊 哎哟 这我可不敢 你还知道不敢 你们说什么 是啊 大王 是太子和王子啊 婴娇和婴虹 是啊 确实是两位王子 你们没告诉他们 孤在这里吗 说了 我们还哭口婆心地劝他们 可是他们 哎哟 他们 他们怎么了 大王 你看 你们这是 这是太子打的 我这个是二王子打的 大王 他们打威臣没有关系 可是他们跑去西齐帮助那机场造反 这就不对了嘛 是啊 天下 哪有儿子叛变父亲的道理啊 微臣 苦口婆心地劝他们 结果 给我一顿毒打呀 哎呀 反了 真的反了 孤的儿子 居然跑到西齐来反对孤 这口气 两姑怎么能够忍得下去 来人 立刻把这两个五逆子给我抓回来 孤要重重地处罚他们 大王 没 没人能抓呀 没人能抓 为什么 难道就是顾虑他们跟孤的这层关系吗 不要理会这层关系 先把人给我抓回来再说 不是 是没有人能够抓住他们两个 为什么没人抓得住 大王 这太子殿下 不知道在哪里学了一身本领 他还长出一堆翅膀 手拿翻天翼 那翅膀一扇 所有士兵都站不住 都摔倒在地上 那翻天翼一押 更多的士兵都变成了肉饼啊 哎呀 是呀 还有那二王子 他有一个阴阳剂 你照 魂魄飞出 人就变成心尸走肉了 现在两位王子英勇无比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 是啊 怎么会这样 那就把他们找回来 为我们所用啊 美人 大王 美人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让你的两个儿子 为我们所用 嗯 美人啊 你刚才没有听到费众游魂是怎么说的吗 这两个五逆子大逆不道 现在居然敢反顾 更何况 他们现在法力高强 是啊 他们的法力 我们可是领教过的 嗯 连我们两姐妹都打不过他们两个 嗯 嗯 两位爱妃都打不过他们 嗯 所以啊 我们更要把他们找回来 怎么找啊 他们现在 根本就不会认过 嗯 嗯 国师有办法 嗯 国师 有什么办法 你赶紧说 大王 两位王子宅心仁厚 他们对大王仍然有依恋之情 哎 当年 因为他们的母亲 忤逆孤 孤一气之下 就把她给杀了 现在想想 也的确是孤的不对 可就算 他们对孤再有依恋之情 我想他们 不会认孤了 大王 父子之情本是天晴 两位王子只是受到了江子牙的蛊惑 放心吧大王 公报一定想尽办法 让两位王子回到大王身边 真的 国师 如果你真的有办法 让他们认孤 孤一定会好好地对他们 大王 你不会有了太子 和小王子之后 就忘了我们姐妹吧 是啊 如果是这样 我也不答应 嗯 儿子是儿子 爱妃是爱妃 你们放心吧 我怎么会冷落你们呢 现在最重要的 是让他们赶紧回到屋的身边 是啊大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多了一份力量 国师 那这件事情 您就赶快去办吧 臣遵旨 相公 啊 哎 哎 我的相公怎么那么忙啊 忙得都没有时间迭辈子 哎 不过还好 又我这么贤惠的贤内重 嗯 这玉佩 我先把它收起来 待会晚点我再交给相公 哎呀 啊 啊 啊 本来我想抓她的婆娘 看来 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什么 你们要回昭哥一趟 嗯 是 师叔 自从我们离开昭哥之后 兄弟二人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身为仁子 我们兄弟俩 理应该到母亲的坟前 去磕磕头 烧热箱 对 祭拜你的母亲 也是应该的 只是 我担心万一生公报 还有打击他们找到你们 那就麻烦了 师叔请放心 我们不会打草青蛇的 再说 如果被他们发现 以我们二人的法力 也绝对不会吃亏的 既然是这样 那你们就快去快回吧 谢过师叔 谢过师叔 相公 相公 昭弟 怎么了 我把你的房间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你是不是应该表扬表扬我啊 好吧 我的好娘子 为父我 衷心地感谢你 替我打扫房间 这还差不多 也不枉我辛苦那么半天 对了相公 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 丢东西 不能丢什么东西啊 哎呦喂相公 我看你的旺性啊 真是越来越大了 还好呦 哎 怎么没了 别密封找到 塞哪儿去了 你在找什么呀 不会定那儿了吧 不行我要去找找 哎 这个招呼总是没头没脑的 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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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在城外发现了 打击亲切他们的踪影 我也没敢贸然出手 就赶快回来通知你了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一定有问题 马上去看看 走 今天我要让你曝氏荒野不得安心 你是什么人 你敢回我母后的坟墓 我母后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何她死了都不得安宁 行走 休想 让他跑了 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 刚才他用的分明就是铲教的法术 莫非 这个人是我们铲教的 大哥 你捡到什么 愉快愉配 可能是刚才那个人落下的 不管他是谁 我们早晚都要把他找出来 让他付出代价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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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该死 真该死啊 真没有保护好王后娘娘的灵物 让坏人给破坏了 真该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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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谁啊 你是谁 你们是谁 肯定是你们两个婚小的来此捣乱 毁坏了王后娘娘的墓 今天 我饶不了你们 等等 我们不是来毁坏坟墓的 我们是来看看 到底是谁毁坏了母后的坟墓 我们是来祭拜母亲的 谁想有人将母后的坟墓给毁了 母后 敢歪二位是 我是殷骄 我是殷红 你又是谁 原来是两位王子 陈身公报 千叛万叛 终于把两位王子给叛回来了 陈身公报 大哥 当年就是他想杀我们 可恶的身公报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哪 今天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 呸 误会 神公报 受死罢 等等 这一切确实是误会啊 二位王子 你们相信啊 如果我要害你们的话 我怎么可能常常来 替你们的母后上香呢 请听 微臣解释啊 安定 我们就听他解释一下 到底他要说什么 今天我就听你说 到底是什么理由 二位王子 二位王子 微臣当年确实无知 曾经追杀过你们 可是后来 当大王和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后悔不已啊 后悔 而且那个人还蛊惑大王 说你们二位不是大王的亲生儿子 所以大王一目之下 就迁怒于你们了 那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 江子牙 你胡说 当年就是江师叔救了我们 他怎么会害我们 没错 江师叔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人 他为人正直 光明磊落 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微臣所言句句属实 小王子 小王子 赶紧把手放开 让微臣把话说完呢 二弟 二弟 不要冲 我们一起听他慢慢说来 如果你今天敢骗我们 那么我就让你死无全失 多谢二位王子 其实当年 导致这一系列事情发生的原因 就是江子牙和西伯侯姬秘谋造反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扰乱昭歌 让昭歌铲成内斗 然后将大王和二位王子的关系 成功地离间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打着 大王昏庸无道的旗号 名正言顺地对抗大王 不 我不相信 江师叔绝对不是你说的那样 江师叔为人正直 一向光明磊落 他根本不是做那种事的人 二位王子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那么你们 现在立刻把我杀了吧 但是 公报恳求二位王子 去宫中见一下对你们昭斯牧下 一直牵挂的大王吧 哼 他会牵挂我们 当年 他恨不得杀了我们 他又怎么会牵挂我们 他才不会被称为父亲 我们兄弟下山 就是为了要讨伐他 二位王子 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的父王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们 二位王子 说实话 大王只有你们两个儿子 他怎么能舍得杀你们呢 都是那江子牙的诡计 是他 害得你们家破人亡江子牙 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啊 二位王子 公报恳请二位王子 赶紧回到宫中 看看年迈的父亲吧 俗话说 户多不识此 身为人父 为了保护孩子 连死都不怕 大王 怎么可能要杀害你们呢 二位王子 你们千万别中了 江子牙的诡计啊 大哥 我们该不该信他 这 我也不知道 他说的是真是假 小王子 刚才是否看到有什么人 前来毁坏 王后娘娘的坟墓啊 刚才那个人蒙面 我们也没有认出来 不过 他临走之前 倒是落下了这块玉佩 玉佩 王子 能否借公报看一下 这块玉佩 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 眼熟 这是谁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玉佩 应该是江子牙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刚才那个人 不可能是江师叔 两位王子 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那江子牙提前来一步 毁坏了王后娘娘的坟墓 让你们以为 是大王对着坟墓不尊重 因而毁坏了坟墓 以此来激发你们对大王的恨意呢 这 这 唉 我知道我今天说了这么多 你们还是不会相信 但是没关系 二位王子 可以回去试探下江子牙 到时候事情的真相 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好 我们就回去看看 深宫邦 如果今天你敢骗我们的话 下次让我们遇到 必取你性命 八弟 我们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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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啊 大姐 别跟他废话 杀了他 清清 交给你了 好 哈哈 救命啊 又是你们这两个妖怪 竟然欺负一个 手无寸铁的姑娘 江子牙 我们要杀他 关你什么事 他又不是你稀奇的人 不管他是哪里人 你们都没有多多别人生命的权利 你们竟然滥杀无辜 今天 我非除掉你们不可 江子牙 你少臭美了 你当我们真怕你不成 上死吧 啊 让我来打你对手 姑娘 快起来 你没事吧 江子牙接手 啊 你是谁 你看看我是谁啊 浴室琵琶劲 嗯 没错 要不是大姐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我们怎么能打伤你呢 你们这三妖诡计多端 别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 哼 看我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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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继续下去 我们肯定会吃黑的 我们走 丞相 我们要不要追 算了 快先别追了 你的伤没事吧 没事 他刚才打的那仗 力度不是很重 没问题的 只是我在想 这是有点奇怪 他们故意要设一个局 把我从西西城内引到城外来 那还用说吗 他们跟咱们是敌人 他们一直想加害于你啊 最奇怪的地方是 他们根本就没想把握怎么样 而且刚刚那仗 就好像只是完成任务一样 难道他们真的还有其他什么阴谋 先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好 二公子 师叔在哪里啊 刚才我去看练兵 回来以后就没有看见丞相 怎么 你们找丞相有事吗 没 没什么 你们回来了 见过师叔 见过师叔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难道你们已经回去拜祭过了 我们祭拜过母亲了 刚刚才回来 我相信江王后有你们两个儿子 一定会觉得非常欣慰的 对了 师叔 刚才我在大殿外面捡到一块玉佩 不知道是不是您的 您怎么了 师叔 没事 刚才在外面 不小心被你几个妖怪给暗算了 丞相 你是不是需要疗伤 那倒不用了 正像刚刚说 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这的确是我的 还好你告诉我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掉了呢 好你个江子牙 果然是你 什么果然是我 我问你 当年 你为什么蛊惑我母后陷害苏打起 为什么去挑拨我的父王 让人追杀我们兄弟 你说什么呀 我没听明白 殷教 有什么话好好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对啊 没有误会 江子牙 你好狠毒 王牧和大哥这么信任你 原来当年的一切 都是你所造成的 哎 你们够了没有啊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了 你们的悲惨经历 是地心和打起造成的 怪我们丞相什么事啊 他这么做 只是为了引起昭哥内部争斗 好让世人以为父王昏庸无道 你这么做 只是帮助兴起造反罢了 你们怎么可以血口喷人呢 我血口喷人 那我问你 为什么在我们兄弟 去祭拜我母亲之前 你就先到一步 毁掉我母亲的坟墓 然后 是不是想要我们兄弟俩 跟我们父王仇恨更深 你们在说什么呀 这我真的听不懂啊 你不要中算了 这块玉佩 就是在你毁掉 我母亲坟墓的时候落下的 还有你手臂上的伤 是与我二人打斗时受的伤 你不要以为你蒙了面 我们就不认识你 哎呀 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师叔刚刚一直和我在一起 怎么有时间 去捣毁你们母亲的坟墓啊 而且师叔肩膀上的伤 是打起青青玉青 他们三个妖怪造成的 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淫娇印红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这件事情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你们都是一丘之恶 当然互相帮着说话了 现在我总算是听明白了 你们都以为这件事情 是我一手在操作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将子牙为人光明磊落 我做过的事情 我一定会承认 至于我没做过的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我相信 我们之间一定是被人挑拨离间 你们 该懂得明辨是非的吗 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拿命来吧 将子牙 今日在你们西齐 我且放你一马 这笔账 我早晚跟你算机 我们走 真没想到 事情竟然会闹到这种地步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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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什么情况 我好像听到有打斗的声音啊 相公 这块玉绝月亮在你这儿啊 我今天早上收拾房间的时候 发现你落下了 本来想拿给你的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弄丢了 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你今天早上想跟我说的就是我丢了这个 而且还把它落在了房间里 是啊 就是这个 看来这件事情 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 糟了 这次 我们被打击还有身公报他们算假 我们被打击还有身公报他们算假 大王子二王子到 大王子二王子到 我 我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呢 父亲呢 我是父王啊 儿臣参见父王 参见父王 好啊 谢父王 好啊 你们都长大了 长大了 你们可知道 自从你们走后 大王 大王日思夜想 多次自责 大王一直觉得 愧对你们 我们不想见到你 王子 你们可不能这样 嗯 你们可知道 你们的母后 对娘娘 牺牲怨对 在你们母后走了之后 娘娘 还亲自去圆坟呢 是啊 娘娘经常去祭拜你们母后 这些我们可以作证的 这是真的 啊 当然是真的 我打心底里尊敬她 她 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我跟大王说过 只要你们愿意回来 我就是你们的母亲 嗯 我会好好地疼你们 照顾你们 太子 王子 大王 如今日夜憔悴 我们都知道 大王是思念你们 想念你们 父王 这可是真的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可是死念儿子 是人之常情 当年的事情 是孤王不对 可是跟打几娘娘 她无关 她的爱情 可爱情 你啊 我啊 我啊 你啊 你啊 我啊 你啊 你啊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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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癫癫 恍惚多少年間 風吹洋柳花絮滿天 紅腹綠漆 刻下兩段沉綿 回望天使輾轉相連 回憶失調長線 盤旋無幾天遍 再度浮現眼前 你的承諾死不見 愛戀活伴滿眼 今生是否變遷 用盡全力抓緊憂慮的名前 回憶失調長線 盤旋無幾天遍 再度浮現眼前 你的承諾死不見 愛戀活伴滿眼 今生是否變遷 用盡全力抓緊憂慮的名前 用盡全力抓緊憂慮的名前 天使用盡全力抓緊憂慎 為了 我怕你再去看 天使用盡全力抓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